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堂课介绍线上写作的地图工具 那我们这一段落要介绍的是UMAP 那一样是请大家到这样的第二堂的共理页面 那我们滑到这个工具介绍2 UMAP跟OSM OpenStreetMap这个段落 那这部分呢我们已经有列出一些网址 那首先请大家点选这个工具网址 UMAP的工具网址 点击之后呢 你会看到整个UMAP的服务的一个官网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介绍 例如说它的特性 还有一些这个地图功能的一些描述等等 那它其实在下面呢 它其实也蛮及时的会呈现 世界的各地运用UMAP来呈现的地图 那就是别人的地图的呈现 你也可以做浏览 好那也就说它也是一个类似Google My Map的服务 那本身是OPEN SOURCE的开放原始码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点击画面上的上方有一个登入跟注册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你如果有GitHub的账号 或者是Twitter的账号 或者是OPEN SOURCE的账号 其实都可以从这边登入 那它当然是比较建议大家 通过OSM或者GitHub这种开放OPEN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做了登入 所以你可以去点选像OSM的账号 那当然也可以联动的一起把OSM的账号建立起来 就可以使用UMAP的服务 那完成了登入之后呢 那在整个UMAP的官网这边 你会看到有个建立地图的按钮 那这边滑鼠这边中段这边也会有 那你点选建立地图 就会直接进到一个新的 可以让你去放资料 画资料的一个线上的地图 那当然它预设的视角是在欧洲 那你可以再移动到 例如说你要绘制的一个区域 那这一部分UMAP的demo 我会先很快介绍一些功能的按钮 那实际的demo我会介绍 我们在共笔页面呈现的澎湖线的银水点 自动更新这样的一个资料特性的一个 远端资料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个线上地图 UMAP的服务 画面的左上方有一个编辑 那它预设是一个叫未命名的地图 所以其实你可以点这个小的笔 去改变它的名称 地图名称 好 那左手边这边例如说加减号是缩放 那你如果要查询一个特定的地点 它也有像是输入关键字 你可以输入地址或者是相关的文字去查查看 有没有可以查到你要的地方 那这个嵌入的部分有一个分享的符号是说 你只要完成这个地图你就可以有 就是分享的一个网址连结 那在分享符号下面呢有一个比较像是资料库的按钮 点开来的话会有一些图层的一些描述的符号 那实际上因为我目前都还没有建立图层 也没有丢资料 所以目前应该是没有东西的 那你如果把这个箭头打开来 在这个资料库的符号箭头打开来之后呢 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底图 很多图层叠在一起的一个底图 意思是说现在画面上看到它是一个预设一种样式的底图 那我们可以很快浏览 它有提供一些预设可以让你选择的 不同样式的包含它的用色 包含它所强调的 例如说是强调道路呢 还是强调一些自然水体 这些你都可以去点选看看 那其中大家比较知名的是说 有一种水彩样式 所以画面上你会看到整个台湾跟周边范围 用一个比较接近水彩的质感来呈现 那甚至这些道路也简化成 就是西部有一条道路的样态 那这就取决于这样的底图 会不会适合你的资料主题来呈现 那你如果要调整的话 除了在左手边找到这样很多地图的icon之外呢 在右手边当然也可以做调整 它也有同样附一个一样的符号 那我切回到比较接近它预设的一个图像 那接着我想要介绍的是如何绘制点线面 那一样这边在右手边呢 就比较接近很多的操作类的一些选项 举例来说右上方有点线面的这些小的符号 那当然点选它之后 点选点的符号你就可以进入到点 在画面的地图上 你期待设置一个点坐标的地方 你点击进去之后呢 这个点你会希望它放在什么样的图层 它可以让你选择 那因为我目前只有图层1 所以我们就选择图层1 那这个点的名称 也可以你用输入的方式 那或者一些描述的文字 那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在地图上的图层1建立了一个点 那这一部分呢 有一个小的提醒是 因为它在你一些操作动作之后 它还是有看到一个叫储存按钮 那会建议你就把它储存一下 只要你的地图有任何的 在资料层面的更动 它都会再次显示出提醒你要做储存 那一样我们来试试看线的工具 其实这些的操作都蛮直观的 所以你大致上就是到这样的符号这边 点击它相对应的功能 然后在地图上点点看 像我现在操作的就是面的功能 所以点线面其实都很直观大家可以去使用 那点线面的下方呢就有一些比较是批次 汇入资料的一些选项 首先第一个符号就是上传档案 那这边呢 选择档案它就会去让你去选择你主机里面 例如说是什么资料级的档案 资料夹里面的档案 那这边会有一些格式 在我们第一堂课也介绍到很多的像CSV 像GeoJSON KML等等 那这部分就依照你的档案格式 假设你今天下载到的资料是KML格式 那你就会选对应到的档案格式 方便它去做呈现 那选择的资料之后呢 你是希望汇入既有的图层 或者汇入到新的图层 这也是一个选项你可以去选择 那到时候上传的档案 那你再按汇入就可以呈现出你的资料 那但你的前提是这些资料 其实都要有必要的地理资讯 不管是CSV有精度纬度的坐标 或者是KML本身是一个OK的档案 因为这部分大致上的操作都还蛮直观的 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些界面 一步一步引导去上传资料 然后去画点线面 那在整个地图的展示部分呢 你也可以把地图名称这个栏位 就是看起来很像齿轮的这个栏位打开来 下方还有一些进一步的选项 那其实你每一个选项都可以点点看 它比较是接近说整个地图 呈现让使用者看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性 那我这边剩下的部分我会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澎湖县这个淫水资料的部分 因为这一部分 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资料来源呢 并不是一个档案 而是它使用的叫做Open Stream Map的全球的地理资料库 跟资料库索取资料来呈现在这个主题地图 那我接下来展示的大概是这一部分 那我们首先先请大家回到这个 我们的共笔页面 在工具介绍2 UMAP and OSM 的这个段落 其中呢 在资料的部分呢 我们有附上一个教学文章 教学文章其实就是来解释说 我们如何运用这样的远端资料 来呈现联动的资料集 那其中在中文的部分呢 有一篇是 一个OSM的资深的图客 叫瑞琳 他所分享的一篇文章 他的标题叫做 制作随时可以更新的客制化地图 透过动态连结UMAP地图 与开放截图资料库 那点击他的文章之后呢 你会看到他也是蛮详细的 介绍这部分要怎么制作 包含相关的所使用的 第三方的服务 还有包含UMAP的一些介绍 你会看到他的文章都有截图 还有一些说明 那我们接下来展示的部分 就是依照这一个文章来进行 那其实在执行这样的文章的内容 还有教学之前 我们可能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OpenStreetMap 这个地理资料库里面有哪些资料 那所以回到我们的共笔页面 在资料这一部分 有一个叫做特定主题的图资 是否适合以OpenStreetMap资料库 来进行资料标注 这个段落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你可以有看到一个叫做 您可以查看Map Features的清单 这个连结点击下去之后 会出现 OSM 就是OpenStreetMap 本身它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地理资料的种类 其实文件非常的长 那当然它是有一些分类 那不过因为目前全球的共同语言 在OSM的资料库都是以英文为主 所以这些的标注其实都以英文来做注解 那这边的类别 其实开始你会看到有一些分类了 例如上是医院 或者是像是公共服务的设施 那更广一点 其实包含像是地理类的 很多的土地使用 或者是像是地标等等 那回到我们这个澎湖县的饮水点 饮水点一般来说 你可以先直接的用 Drinking Water 来查查看 其实这部分有时候就要试一下 因为在OpenStreetMap里面 是不是用Drinking Water 这个字来做 国际上饮水点的注解的名称 这个当然是要查查看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在这个页面 多试一些你设想的设施种类 或者资料级的主题 它所对应的英文 那有时候可能要多查几次 那以Drinking Water来说呢 我们用Drinking Water的关键字 来查到这个页面 其中就有一个段落说 的确这个全球的资料库里面 有一种叫做饮水机 饮水点 它的标注的方式叫Drinking Water 所以你先在这个页面中 确认了你期待的资料集 主题有收入在全球的地理资料库中 而且进一步它的用词 你也可以找到很明确的 对应的栏位去说 Drinking Water它的写法 它的用字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看 瑞琳的这篇文章 这部分它其实就会一步一步 带大家注册 然后去使用UMAP 然后其中为了要让这个 远端资料库可以自动更新 所以它会使用到另外一个 第三方的服务 那这部分的服务呢 叫做Overpass Turbo 那如果你点击进去呢 你会看到这个Overpass Turbo的一个服务的页面 它Duck字上的一个角色就是 它可以把全球资料库 你给予一些条件 例如说Drinking Water 我要使用饮水机 饮水点 那你用这样的字的符号 去呼叫这个资料 所以它有点像是呼叫资料的一个服务 那这部分 那这边也提供一些使用的范例 例如说它第一个列出来就是一个 Drinking Water 那我们假设就是使用这个 Drinking Water做一个关键字 在它这个检索精灵这边直接输入 那我们就直接按建立并且执行检索 这时候它就会去呼叫这个全球资料库 把相关饮水点 Drinking Water的资料呈现 那在右手边你就会看到有一些 图像已经出来了 例如说这个饮水点的位置 但另外一个你也会观察到 你看起来会只集中在刚才我们 视窗呈现的范围 视窗之外的范围 它并不会去做筛选 所以我们其实刚才并没有给予一些区域的额外条件 所以它就会依照使用者在输入的时候 它视窗所涵盖的范围 有符合Drinking Water的资料来呈现 所以这部分是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如果你其实你要的资料大致上 透过视窗就可以去做一个界定 那其实也可以比较简易的来做 当然或者是说你点选精灵模式 你会看到它的第三个举例 就会有一些地点的描述 那这些进一步的找法 你可以再花一些时间去查询一些 Overpass的一些教学 那我们就延续 我们已经透过这个Overpass 有取得了这样的资料 大概界定了范围之后 你需要到这边点选汇出 主要是我们希望这些资料可以呈现在 我们一开始介绍这个UMAP的服务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汇出 点选汇出之后 基本上有一些 像是直接下载 你已经筛选到的资料 变成一个road data 原始的档案资料 做使用 那因为我们希望的是 可以做同步联动 所以 请大家找到这个检索 就是透过一些自串去检索 这一些资料集 那做一些联动的更新 那请大家选这个最后一行 叫做转换为压缩 的这样的符号 它点击下去之后呢 会另外跳出一个页面 以及自串 重点是这个自串 就可以实现就是 就是从UMAP去呼叫资料库的这个功能 所以 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 这个自串里面 你会看到 这个drinking water的词 有出现在这个自串里面 然后后面呢 看起来有一些22.515 然后逗号118.674等等 这个部分就接近就是 我们刚才这个视窗的范围 地理的范围 所以符合drinking water 又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所以这个大概是 这个自串的一个基本用意 那这个自串呢 实际的使用方式 还需要一点点加工 所以 以您的使用情境来说 你可能需要复制这个自串 那复制这个自串之后 请大家 回到这个 HackMD的文件 那这边在资料 就是工具介绍2 UMAP and OSM 这一部分呢 所有的远端资料 网址栏位 请输入以下的 这一个文字段落 把它放大一点 所以 刚才复制的其实是 这个 刮号 out 冒号json 到这个 分号 这一段 我们很快对照一下 刮号out 到分号 这个自串 这个自串 需要 在前面加上 这个网址 overpass-api.de 斜线 api interpretator 问号data等于 就这一段 是要加上去 完成一个 目前滑鼠 选择上的 这一个 网址 那这个网址才 才能让umap 去 启动这样的呼叫 所以这部分是 比较 请大家注意 就是说 你筛选 朱莱之后的 这个字符的自串 前面 需要再加上 这个网址 等于 这个 符号之前的 这个网址 把它拼起来 那拼起来之后 你可以 把它 复制起来 那等于 我们要 开始到umap 去让某一个 特定的图层 去使用 这个呼叫的功能 那我们在这边呢 你可以 新增 一个图层 我们在整个umap 的界面 回到umap 界面之后 右手边 这个 资料库的符号 点击进去之后 我们已经有 图层1 就是刚才展示 点线面的图层 那我希望另外 新增一个图层 我们可以按 新增图层 新增之后呢 我们这个 可能是 饮水点 的 自动更新 好 那在这个 图层里面 我们要找一个地方 去输入 刚才这个呼叫的 字串符号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到 在这个 远端 资料 在 滑鼠这边呢 有一个远端 资料 点击进去之后 会 开始有一些选项 远端资料 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 网址 那 我们其实就是要贴上 刚才已经拼装出来的 这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就表示说 这个远端的 找法 就要用这个网址 去呼叫 资料库 好 那因为 OSM跟UMAP 其实蛮密切的 合作关系 所以你在 格式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选 叫做 OSM 那就是他会知道 这个其实是要去找 OSM的资料库 那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先 补特定的选择 好 好 完成了之后呢 你先按 储存 把这样的一个输入 做一个储存 好 那目前 你会看到他 首次有去跟全球的资料库 呼叫了在 澎湖这海域附近的 Drinking Water的点 所以这个是 目前的 呃 呃 展现的成果 好 那其实 还是有一个小的选项 要请大家调整 是 你可以回到这个图层 远端的自 引水点自动更新的图层 按这个笔的符号 可以进到一些编辑的 一个情境 那你去选择远端资料 那这边有一个小的提醒 是你如果期待 就是每一个使用者 他都可以看到一个 更新的资料的话 你这边要勾选一个动态 那这个动态呢 其实就是 使用者他就可以一直 依照他所浏览这个地图的 情境去看到 比较新的资料 那每一次的呼叫 当然就会重新呼叫一次 所以其实这些 呼叫的功能 他没办法支援太大的范围 一般来说 比较建议的是像 乡镇区尺度 或者至少像 澎湖这样离岛的地区 就总尺度不能太大 不能说整个全球尺度 整个台湾尺度 台湾尺度其实都已经算有点太大 有可能都没办法自动更新 所以会建议在 至少在比较乡镇区尺度 那有一些调整之后 你要记得按储存 所以目前 你看这个画面就是 这部分资料 那我可以稍微调一下 它的图标的样式 那也是一样 去点取到这个资料库的符号 找到银水点自动更新的图层之后 这边有一个叫形状属性 那它其实是让使用者可以去调整 目前符号上是比较倾向于是 算是正方形 然后有一个圆圈圈在中间 所以有一些标志 符号的调整 其实都可以在 这些选项里面去调整 例如说我觉得这样的图符 比较会挡到一些板面 那有可能例如说 我可以调整球的样态 或者是说 其他的样式你都可以选择看看 那这部分就让大家可以 在你的主题上 在你的资料的密集程度 或者分布程度上 去选择对应的 使用者比较好了解的一些图样 那这部分的展示 我们就大概到这边 那我们可以回到整个共笔页面 那我帮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整个工具介绍2 UMAP跟OpenStreetMap部分 这个工具其实也是一样 可以画出点线面的图资 那其实也可以跟别的账号做共享共笔 那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今天展示的部分是说 它可以跟OpenStreetMap的资料做联动 所以说在包含像是 图克瑞林他的文章里面 然后我们这边所附上的一些延伸阅读的材料 你可以大概看得到 就是怎么样去实现远端资料的联动 那这部分因为 会当然操作的步骤比较多一点 那也需要大家先去了解 OpenStreetMap里面有哪些资料库 例如说我们刚才提到 那些这个Map Features 有列出目前资料库上面的种类 然后要用Overpass这个 第三方的服务 去取得一个呼叫的网址连结 那样的一个操作步骤 所以这部分就可以留给大家 如果你期待绘制的一个地图主题呢 是跟OpenStreetMap的图资比较相关 那会比较建议大家去使用 UMAP的远端资料的一个服务 那以上大概是我们这一段的介绍 那如果真的在操作过程里面 有遇到一些问题 那可以请大家在自己的作业区 去描述你预计要呼叫的东西 或者是你的阶段进度 那方便讲师们一起来帮你看一下 操作上有什么可以调整的部分 是否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完整的权料 不会再来到的东西 如果可以你试试试试试试试 这个地方需要您的保障